《主日訊息》 今篇《主日訊息》中 又說牧師為大家解釋了一個真理的重點 其實人類歷史所發生的一切 神早在創世之前已計算在內 世上許多無知和愚昧的人 卻單憑自己的知識和邏輯作判斷 認為即使世界是由神所創造 但神創造的亞當 都會被撒旦引誘而犯罪 主耶穌簡選的門徒尤大 最終亦出賣主耶穌並自殺而死 所以這些無知和愚昧的人 就以此證明神並非全能 但日華牧師解釋 其實神是活在時間流以外 神對人類歷史甚至整個宇宙歷史的預知程度 全都超越時間之外 換言之 歷史上出現的一切所謂意外 例如亞當犯罪、猶大賣主等 其實神在創世之前早已預知 並且在神的計劃之內 為的是要完成神最終極美善的旨意 利用撒旦和惡人 甚至因罪而變得不完美的世界 塑造出一群完美的辛苦 事實上 聖經亦早已預言 猶大會因為三十塊錢而賣主 更預言出賣主的將會是他的朋友 就是他的門徒之一猶大 《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十三節 耶和華吩咐我說 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價值 雕及搖護 我便將這三十塊錢 在耶和華的殿中雕及搖護了 《馬大福音》二十七章九節 《連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 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聖經》早已明說 地上一切所謂背叛神 尋找沒有神管核之自由的人 根本從來沒有得著自由 人們自以為的自由 仍然是在神所創造的遊戲世界範圍之內 尤華穆斯就曾以電腦遊戲《世紀帝國AOE》為例子 解釋人類活在時間流內 就好像AOE的遊戲角色 不論村民或騎士 也沒有所謂的絕對自由 因為遊戲角色的所有自由 均受到遊戲世界以外的遊戲設計者和玩家控制 同樣,活在時間流內的我們 亦受限於神所創造的世界定律 我們所能夠作的決定其實是非常有限 以一個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為例 他亦不可能不呼吸、吃石頭和泥沙果腹 因為神早已設定 人類必須做指定的事情才能生存 這是人類出生時已經被設定 任何人亦無法改變 如果有人以自由為名 不呼吸、只吃泥 相信無人會認為這是一種自由 反倒只是一種愚昧 我們甚至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地點、家庭、性別、愛 外貌和國籍 亦不能肯定自己是長命百歲、身體健康 因為人的身體和情緒 甚至喜好和需要 都被神所創造的身體和腦袋控制 並非人類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和選擇 無人能離開神的計算及預知範圍 即使是伊甸園的分別善惡樹、撒旦 或漸漸變為奸國抑制易邪的Freemason 他們在神所創造的世界中成為奸國 正如遊戲內的人工智能AI 只為了成為人類的選擇和試煉而創造出來 因為神早已預知 眾神將自由旨意給予人類的第一天 即神創造亞當開始 人類會像撒旦一樣自然傾向背叛神和犯罪 沉沉在罪惡中無法逃脫 但神有能力控制這種情況 使人類所產生的罪惡 不會過早將世界或全人類毀滅 例如早在70年前的1945年 人類已製成可以毀滅全人類的核子武器 並且兩次投放於日本 但到今天為止 人類都不曾再使用原子彈 又例如世上從未出現一個獨裁和極權 可以完全統治世界的惡人或邪惡組織 每一次都有人或國家興起 將希特拉等惡人消滅 可見一切全都在神的掌管之內 這些危機反倒成為了一個試驗場地 讓人類因為主耶穌的救恩 可以再作出另一次選擇 當然,在前居可減的情況下 人類可以看見離開神的嚴重後果 將來必定會受神的審判並落地獄 但一切也是人類救由自取,與神無由 如此,生在罪惡世界的人 便能再一次回到神的身邊 不但讓人類親身體見犯罪的結果 也可以讓每一代人都受試煉 各自面對分別是惡數的選擇 同時,對著難度增加 神就可以獎賞基督徒 成為天上不同等級的 新婦、同女或賓客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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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